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败李自成后入主中原 顺制释入关后的清朝守卫皇帝 朝起朝落乃自然现象 王朝更迭意是如此 没有哪个王朝能够长胜不衰 其中缘由各不相同 准确来说 从乾隆晚延开始 清朝逐渐走下坡路 昔日康乾盛时的繁荣景象一去不复返 道光年间发生第一次鸦片战争 死后列强入侵不断 清廷除了割地培款 再也使不出别的招数 百姓流离失俗 多米诺鼓台效应产生 太平天国运动的爆发 更让清王朝雪上加霜 在曾国藩 李鸿章等人的努力下 勉强保住清朝江山 若能出现一位力挽狂澜的君王 或许还有一线生计 奈何同志 光绪两位帝王皆有名无实 朝中大事全凭此 起一人说了算 此起只在乎权力和想了 不惜签订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之条约 他死后留给溥仪一个无法扭转的烂摊子 我一当皇帝的时候 不过未满三岁的娃武 师科都需要太监宫女照顾 显然不能处理朝政 龙玉太后和摄政王在封野复不起即将倒下的王朝 四年后 龙玉与袁世凯谈好条件 代替普遗班不退位诏书 标志着封建王朝的结束 既然清朝灭亡 以前那些吃喝不愁的皇室成员 自然就走向陌路 荣华富贵的生活化作泡影 充其量只能在梦中回味 俗话说 由简入奢役 由奢入简南 昔日的皇族子弟 想着法则维持优越生活 甚至不惜变卖府邸和传家宝 普遗直接跑到日本那里 成为北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无论哪个朝代 都不乏有骨气的王爷 也许能力稍有欠缺 但在大是大非面前绝不退让 明白何时可以做 何时宁子都不能为之 清末 有一位贝勒 论贝 孙人是溥仪的叔叔 曾怒是日君 就算恶死接头 也不会投靠日本人 其情为令人钦佩 他就是道光的孙子 爱心觉罗再涛 夏文简称再涛 再涛比堂哥光绪小六岁 皇室出身的他运气很好 四岁被封为镇国将军 十五岁承袭贝勒 然后被送到法国留学 称得上文武兼备之人 受死的骆驼逼马大 清朝刚灭亡的时候 再涛凭借之前的积蓄 谈不上大富大贵 但至少可以保证衣食无忧 家大业大也经不起坐吃山空 很快生活长捉襟见肘 日子越来越窘迫 再涛只好到街上白洗地摊 如此便可勉强度日 听说直的溥仪跟了日本人 再涛气得破口大骂 恨不得善他计巴掌 1935年的春天 日军想拉拢再涛为其办事 以溥仪的名义邀请再涛 共同到青东陵记组 再涛一眼识破日军的计谋 直接怒斥 我现在只是普通人 已不再留恋清朝 更不会投靠日本人 哪怕恶死绝 不改变志向 再涛说到做到 面对日本人多次威逼利诱 始终没有屈服 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和应该有的骨气 直到84岁才病逝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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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